好, 為何開完派對是要收拾東西 不如我們猜輸了那個收拾東西吧 害怕你, 你是否你 包剪刀… 怎麼搞的?兩次都出剪了 你懂不懂玩包剪刀嗎? 要贏的就出剪了 來吧, 輸了就收拾東西吧 我盡力了 把剪刀最大也剪不到 好, 你果然是一個不懂用剪刀的人 放下來了 什麼? 原來我不行 有問題的不是剪刀, 是你兩個 為什麼你一剪就剪到? 其實不是剪刀, 是你剪錯方法 你剪刀呢? 不如我們做個實驗賽就知道了 剪少許的東西都剪不到 Sami, 你很沒用 你豈不是一樣沒用? 究竟Thomas為何這麼輕鬆 就剪斷索帶? 他一定是有謀招 實驗道具準備好 迫他公開秘技 Thomas, 你要的東西我們拿起來了 拿把剪刀和索帶來 做完了嗎? 你做完了嗎? 你做完了嗎? Thomas, 你做了一個很不實驗的實驗 你玩了嗎? 不是, 留意一下 秘密就是這把剪刀剪下去的角度 剪的也要說角度嗎? 我以為自拍才要的 不是嗎?我們從70度開始剪刀 剪刀帶, 保持向前移 到30度了, 剪刀帶就沒再移 還趕快剪斷了 角度真的這麼重要嗎? 我們不如試試剪其他東西吧 一如試試剪紙皮和麻繩 真的到30度左右, 就剪得斷了 為何每次30度左右就剪得開? 其實剪刀是一個槓桿 這裡的地方是施力 中間是支點 剪下去的地方是給力的地方 如果比力的地方是近支點的話 力應該是很大的 當剪刀抹到這麼開的時候 當剪下去的時候 其實力不是剪到東西 是將它向外推 去到很尖端的位置的時候 跟著槓桿原來的距離遠 所以這裡的力小了 所以紙受到隔力就會變小了 在這個位置 可能剛好是大約20-30度左右 力相對來說又大了 而且壓下去的時候 壓正在紙邊緣的位置 所有力都是集中在這一點 所以很容易一剪, 就會剪斷了 湯老師, 你懂得用這個角度剪? 很聰明, 你看剪得多好 其實這不是一個新事物 其實這些懸藝剪刀 和這把特製的彎曲剪刀 都是用了這個原理 原來30度不是一個秘密 我們太出現了 最重要是望陽寶爐 先試一下懸藝剪刀 和全方位彎曲剪刀 這把剪刀弯成這樣 我儘管嘗嘗, 是否真的剪到樹枝 好, 嘗嘗前面 中間 放到最入面 或者無論放在哪個位置, 都能剪刀 我現在嘗嘗這把全方位剪刀 看看剪刀帶是否這麼好剪 前面 再闊一點 最闊 真的放在什麼位置呢? 它馬上剪刀帶可以受到剪刀 而且還越進越容易剪 Thomas, 你帶來的短材也很有用 是嗎? 我這個多方位 無論如何剪刀, 現在你看 你看到懸藝剪刀的多方位 其實很短 就算很近支點位置的時候 這個角度也有二三十度 剪刀下去就很有力 這把不妨叫它全方位剪刀 其實刀鋒是一個弧形的 不是直線 刀鋒的角度也大約二三十度 即是哪一度都可以剪刀 當我把這個物體放在很近支點位置的時候 就快是最大 其實它就不會把這個物體向外推 就可以剪刀 太好了, 像雪絲 普通剪刀要到30度左右才剪得順 這個全方位彎曲剪刀 就哪個位置都剪得到 Thomas, 你把剪刀也這麼厲害 我這把剪刀最喜歡吃牛雜 我現在下去看哪把剪刀 剪得更厚 你很喜歡牛雜嗎? 其實說得很喜歡吃腸粉 我先去嘗嘗 你看看你, 弄得很骯髒 不關我, 你知道 清乾淨了 乖乖乖